狐狸夫妇的责任 在山林中,生活着一对狐狸夫妇 他们生了四只小狐狸 然而,让人伤心的是 这些小家伙遭到了花豹的袭击 四只小狐狸只剩下了一只 这唯一存活下来的小家伙 后背也被抓伤 留下了道道画痕 因此,大家都叫他花辈 花辈他真的长大了 再过一段时间,他就能独自生活了 是啊,可惜我们当初有那么多孩子 现在就只剩下这一个了 你不要伤心了 等花辈长大了,我们就再生一些宝宝 嗯,好的 我会慢慢忘记之前伤痛的记忆的 哎呀,不好花辈 你别跑太远啊,那里会有危险的 花辈,快回来 前面很危险的 爸爸,爸爸,爸爸,你怎么了 花辈,快回来,危险 哎呀,不好,有猎狗 花辈,快跑 你这只可恶的狐狸,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撞我 妈妈,妈妈 花辈,快跑,赶快离开这里 妈妈,妈妈 就这样,花辈的父母永远地离开了他 他变成了一个孤儿 以后的日子里,他得独自生活了 哎呀,这是花豹的地盘 不好,我得赶快离开这里 不然,生命会有危险的 不好,花不回来了 要是让他发现我,可就糟了 谁,谁在那里 好大的胆子,竟然敢跑到我的地盘上来 要是让我抓住 我一定将他吃得一干二净 绝不留活口的 谁在我的洞里 可恶的狐狸,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跑到我的洞里 我看你是活够了 这个家伙,怎么跑到花豹的洞里啊 他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今天就当我的餐点吧 救命啊,救命啊 救命啊 没有人能救你 乖乖成为我的餐点吧 快跑 你这个可恶的小狐狸 竟然让我的餐点跑掉了 那你就当我的餐点吧 你还想跑 我看你往哪里跑 愤怒的花豹跑得非常快 而花辈的腿越来越无力 嘴边流出黏糊糊的白沫 它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 不行了,跑不动了 我不会被那只豹子吃掉吧 你跑不掉的 小心 又来了一只 看来今天的餐点会很丰盛的 快跟我来 看你往哪里跑 可恶的家伙 我不要让我再看到你们 否则我一定将你们撕成碎片 谢谢你 如果没有你 我刚才可就被那只花豹给吃掉了 应该说谢谢的是我 如果你不及时出现 不早就被花豹咬死了 花辈和这只母狐狸 从那天起便生活在了一起 他们一块打练 一块愉快地生活 我的父母就是这样为了我 而失去了生命 我的父母也是为了保护我 而被猎人打死的 花辈 保护孩子是每一位父母的责任 我们以后也会像自己的父母那样 守护着自己的孩子 没错 我们也会用自己的生命 来守护我们的孩子 这是我们的责任 嗯 转眼间 一段时日过去了 母狐狸生了两只毛茸茸的小狐狸 这两只小狐狸长得快 吃得也多 这可把花辈给忙坏了 妈妈 我饿了 是啊 我的肚子都哭哭叫了 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啊 不要着急 你们的爸爸很快就会回来的 太棒了 爸爸回来了 还带回来了好多的水果 爸爸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啊 我们都饿坏了 好了 我这不是给你们带回来的吗 孩子们 快点吃吧 我们的小孩 看来真是饿坏了 是啊 他们可真能吃啊 能吃就长得快 孩子们 使劲吃吧 花辈 你看自从我们有了孩子 你瘦成了什么样子啊 你每天早出晚归 东奔西跑 为我们捕猎食物 真是太辛苦了 花辈 从明天开始 我和你一起出去捕猎吧 不行 不行 你不能出去 你得在这里 照顾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 现在已经长大了 过不了多久 他就能和我们一起 外出了 所以现在 我和你可以一起 外出捕猎了 不行 不行 我的兄弟姐妹 就是这么大的时候 被花豹给咬死的 还有我身上的伤疤 也是那时候留下的 所以 你一定要留在这里 照看着他们 捕猎的事情 就交给我好了 好吧 不过你外出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啊 你放心好了 我自己会小心 不会有事的 随着小狐狸 越来越大 他们的饭量 也让花辈的负担 越来越沉重 已经好几天 没有找到食物了 今天 我得走远点 要不 孩子们又得挨饿了 嗯 但你可要小心一点哦 啊 羊 竟然有羊来这里了 太棒了 我这就去抓一只羊来 有羊那一定就有人类 花辈 你可别去冒险啊 你放心吧 只要不是猎人 普通的人类 哪里能抓得到我呀 你们就在这里 等着吃羊吧 这里的草果然又嫩又新鲜啊 当然了 这个地方很少有人来 虽然路有点远 但是周围很难再找到 这么好的草地了 但这里安全吗 不会有狼什么的吧 这点 我之前就有想到了 所以让你们带着 木柜嘛 狼要是来了 我们也能对付它 三个牧羊人拎着棍子 在山坡上放着羊 面对着嫩嫩的青草 那些羊吃得非常开心 花辈趴在草丛里的一个凹处 盯着那些羊以及牧羊人 丝毫没有机会啊 现在要是贸然跑过去的话 可不妙啊 我得等待机会 花辈趴在那里 一动也不动 等待着时机 然而 花辈这些日子实在太累了 他竟然趴在那里睡着了 一阵风吹过草地 他被牧羊人看见了 哎呀 你们看 那里好像有一只狐狸 不好 他一定是埋伏在那里 准备袭击我们的羊群 但他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难道是一只死狐狸 我们过去看看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咦 你们看 那只狐狸 好像是睡着了 哈哈 我们脚步轻一点 一定要抓住他 三位牧羊人 捏手捏脚地 朝花辈靠近 花辈依旧在那里熟睡着 丝毫没有觉察到 危险的到来 怎么回事 花辈怎么还没回来 他在人类面前捕猎羊 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不行 我得出去看看他 孩子们 你们乖乖地在这里等着 千万不要出去 我去找你们的爸爸 嗯 妈妈 我们不会乱跑的 妈妈 你一定要早早回来哦 放心吧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草地上 三位牧羊人 一步步逼近 正在手睡的花辈 母狐狸 远远地看到了这一幕 不由的大惊 哎呀 不好 花辈他这是怎么了 快跑啊 然而 花辈依旧在那里睡着 而牧羊人 已经快来到了花辈身旁 他们兴奋地 拿出了一条绳子 准备将其捆绑起来 不好 花辈有危险 我得把他叫醒 他大叫了一声 然后 一下子冲进了羊群中 羊群里的羊 看到了冲过来的母狐狸 吓得咧咧大叫了起来 母狐狸冲进羊群后 对着他们又啃又咬 众羊惊恐地叫着跑着 乱成一团 三位牧羊人 听到羊群的惨叫声后大惊 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 不好 有一只狐狸跑到我们羊群里了 哎呀 不好 哎呀 这只狐狸跑了 天哪 他们 不会再用调狐狸山剂来偷我们的羊吧 有可能 这些狡猾的狐狸实在是太可恶了 我们赶快回去救羊群 乌羊人朝着羊群跑去 此时 母狐狸也急忙从羊群里逃走 和花辈一起 跑回了土坑里 真是好险啊 我怎么会睡着了 你这几天太累了 哈贝 从明天起 我要和你一起去打练 这是我们的职责 嗯 谢谢你 有你的陪伴 我是非常幸福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